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LTML5的标记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Site标记,它表示作品的标题 第二个是Q标记,它表示语句单位的引用 然后下面是DFN标记,它表示短语的定义 最后一个ABBR标记,它表示项目的略称 好,我们逐次看一下 首先是Site标记 它表示书籍,电影,音乐,演讲等等 有自己版权的内容的标题 在HTML4以前,Site标记一般表示为引用的出处 但从HTML5之后,它不仅仅表示为引用的出处 还可以表示为作品的名称等等 OK,我们看一下Site标记的使用方法 首先用到一个Block Code引用标记 这个地方也用到一个Site属性 它来表示书号,说明我在下面引用了一本书 接下来是一个P自然段 内容是,我喜欢深入浅出MFC这本书 深入浅出MFC呢,它是一本书名 所以在这地方我用到Site标记 这本书呢,是非常老的一本书 我可能这样说呢,有点暴露年龄的嫌疑 好,咱们接着往下看下一个Q标记 Q标记呢,它是表示语句单位的引用 在HTML5的规范当中呢 Q标记的前后一般不使用引用符号 浏览器呢,会自动识别并能够正常的显示 另外,如果我们想引用不是语句 而是段落时候呢,请您使用Block Code的标记 就是上面咱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标记 好,咱们看一下Q标记 它有一个使用的属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属性Site 它呢,表示引用内容的出处 如果您的内容呢,是引用来自某个网站的话 则应该标记出该网站的网址 如果您引用的内容呢,是来自某本书的话 则应该表示出这本书的书名 或者ISBN书号 好,咱们看一下Q标记的使用方法 这是一个P字安断 它的内容呢,是勇者斗龙系列等等等等 这个呢,是我最近正在打的一款游戏 我把这个游戏的介绍呢 从百度百科呢,引用过来 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使用一个Q标记 然后用Site属性标明 我是从百度百科这个网址 引用过来的内容 就可以了 不过您要过度引用某一个网站内容的话呢 可能会有版权问题 请您注意 好,我们看一下DFN标记 DFN标记呢,它表示短语的定义 一般用于一些专有名词 这里呢,有两个注意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DFN标记呢 它如果本身有Title属性的时候呢 则这个Title属性表示短语的定义 另外,如果DFN标记内 只有一个ABBR 只有一个ABBR子标记 这个地方我加上一个子 就是说DFN标记内有 且只有一个ABBR子标记的时候 那么这个子标记有Title属性的话 则这个ABBR子标记的Title属性 来表示短语的定义 听了稍微有点绕脖子 一会儿咱们具体看例子就可以了 好,咱们看一下例子 这是一个P的自然段 内容是 阿帕奇是最流行的Web服务器 大家请看 阿帕奇呢,是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呢,咱们用DFN标记 同时给一个Title属性 内容是 HTTP服务器软件 对阿帕奇这个专有名词 进行了解释说明 这样做呢,就可以了 好,咱们看最后一个标记 ABBR ABBR标记呢,它表示略称 或者叫做缩略语 它呢,可以与DFN标记呢 配合使用 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这是一个标准的P自然段 内容是 我们一起学习HTML5网页标记语言 大家注意看 HTML5呢,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呢,咱们用到了DFN标记 同时HTML5呢,它是一个缩略语 所以咱们用ABBR标记 然后呢,在ABBR标记里面 有一个title属性来对这个HTML5 进行一下解释说明 这个地方呢,是HTML的英文全称 超文本编辑语言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几个标记的 说明部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实力部分 这个文件呢,是标准的HTML5的网页 咱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内容 首先有一个标题,说明咱们的内容 接下来有四个HR的小标题 分别对应着咱们这次 所讲解的四个标记 好,咱们运行一下这个网页 看一下显示的效果 为了让您呢,能够左右对照 看起来更加的方便 我把窗口的大小呢,稍微调整一下 请稍等 好的,咱们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首先是我非常喜欢 深入显著MFC这本书 大家注意看,深入显著MFC这本书是书名 我呢,用Site标记 网页上呢,显示出来是写体字 这个呢,是浏览器自动判断并显示的 咱们呢,不用去管实际的显示效果 接下来是Q标记 咱们看一下 我呢,这呢,引用了百度百科的勇者斗龙系列的说明 这个地方呢,我用Q标记 然后呢,用Site属性标记我的出处 然后看一下DFN标记 Apaq是最流行的Web服务器 Apaq和Web呢,它是两个定义短语 所以呢,咱们用DFN标记 同时呢,对Apaq进行一下Title描述 HTTP服务器软件 好,咱们再看一下ABBR标记 我们一起学习HTML5网页语言 大家请看HTML5的部分呢 用DFN嵌套ABBR来表示 然后呢,它在网页上显示为写体 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我不用这些标记行不行 当然也可以 您不用这些标记呢 网页也能显示 但是呢,非常不便于搜索引擎的机器人 去抓取您的网页 所以建议您还是使用这些标记 好的,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已经放到了开源中的服务器 请您下载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